Hello! 白沙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Angela 袁麗霖 這個問題我有思考過 我很貪心地選擇兩樣 因為演員沒有時間限制 但排球有他的最初時間 但我兩樣都很想做 所以我會選擇在30歲之前 做排球選手 然後演員就同事做 麻甩 麻甩的原因是我自己 真人本人很貼近麻甩 但為何選擇麻甩呢 不是為了方便演出 而是我覺得麻甩的精神很好 凡事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介意 打扮也是隨隨意義 我覺得這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我最近很喜歡一部電影 叫做《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是楊芷麒麟做的 我喜歡他的原因有很多 但為何他這麼觸動我呢 跟家人的那個親情的那一部分 其實不是最令我觸碰的地方 但我在裡面感受到那種虛無的感覺 楊芷麒麟其實去到電影的中後段 他作為一個不太成功的媽媽 他的生活也是沉悶到頂端 當時他可以選擇 在其他宇宙中 繼續沉淪在不同的宇宙中 但為何他要選回來 最後選回最普遍的世界 就是他給了一個希望 就是這個世界就是 在石頭的環境內 但原來我們這個世界 還有一些東西值得擁抱 而那些東西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覺得這個戲是 說了很多很無奈 很現實的感覺 之餘他又提供了一個選擇 就是你還有機會去生活你的生活 我就決定讀我的 就是我寫了的一個感受出來 發現自己還是很喜歡看 Coming of Age的電影 再思考到底我做什麼能為生命添一些意義 如果要仔細定義這個意義 好想不是任何成熟的意義 我還是很想生命充滿著 未知帶來的激動和焦躁 好想如果我停了在哪 我就始終停了在哪了 也許這只是一個感覺 只是一個很盲很無謂的想法 但暫時我想人生是一種衝動 斑爛自由 到底怎樣去做我也不知道 而我到底有沒有做過也不知道 到處 到央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